我平日 平日没有掉这么多 姨娘 是你想太多了 您可能是说得太用力了 平日也是掉这么多头发 我平日没有掉这么多头发 看什么呢 东青姐姐 这些东西你可别乱动 都是夫人准备好的 怪圣人呢 咱们夫人办的这个法事 可不是一般的法事 怎么不一般啊 夫人对生母吕姨娘的意外身亡 一直耿耿于怀 这不 灵魏都请回来了 东青姐姐 千万别这么说 听说会招来那东西的 我骗你干嘛呀 之前绍兴就有一对兄弟 因为嫉妒杀害了别人 死者的家属就办了一场这样的法事 然后那俩兄弟就跟被什么附身了一样 你猜结果怎么着 怎么着 第一天那俩兄弟就开始掉头发 没多久就全身欲青 三天后搔痒难耐 身上长满烂疮 全身溃烂 到了第七天 直接穿肠满舵而死 你说吓人不吓人 东青 夫人 夫人 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夫人 我也是听说的 东青不敢了 平生不做亏心事 夜半敲门心不惊 怪力乱神我是不信的 即便这场法事真招来什么 那也是冤有头债有主 乔姨娘 是吧 夫人说得极是 哪有什么冤魂啊 不过就是那些 术士 故弄玄虚 欺骗人的罢了 只要行得正 做得直 暂时不怕的 夫人 我有些不舒服 却神就先退下了 乔姨娘请便 你们都退去吧 若是被侯爷发现 你们在私下一论这些 他定会不喜 我自己来吧 怎么啦 姨娘 我 我掉头发了 修园 没事的 姨娘 我平日 平日没有掉这么多 姨娘 是你想太多了 您可能是说得太用力了 平日也是掉这么多头发 我平日没有掉这么多头发 第一天 那俩兄弟就开始掉头发 没多久 就全身欲清 三天后搔痒难耐 身上长满烂疮 全身溃烂 好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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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元 好痒 你娘 你怎么了 盎阳 盎阳 你 你快去备车 备车去子安寺 是 盎阳 幽幻孔为不安宁 框家夜梦鬼来惊 纷纷白雪山前路 叩神修善且保身 师父可有办法化解 只怕死果还是源自施主 往日之念阴 因果报应 天道如此的 还行师父 无论如何都要帮忙化解 多少因子都可以 如果夫人 真的有心悔过 那就请在此时 面对王者遗物 诵经超度 以此七七四十九日 我可渡过苦海 重获新生 东西拿到了 放心吧 姨娘 快摆上 好 好 好 一个 对 就 两 就 一 夫人 您的计划奏效了 乔姨娘果然心里有鬼 怎么样 我听丫鬟说 乔姨娘因为心虚 不把自己的断发 当成怨鬼作祟 还自己吓自己 无辜骚扬了起来 后来 她果真跑到慈安寺去祈福了 那解千人 是按照主妇 告知乔姨娘了吗 夫人放心 全部是按照夫人的嘱咐说的 不过 令人意外的是 乔姨娘听了解千人的话之后 并未做任何和吕姨娘有关之事 而是让绣员去了春夕院 取了先夫人的首饰 大姐 夫人 难道我们找错人了 莫非乔姨娘真的跟吕姨娘的死无关 人是找错了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没有收获 乔姨娘听信了解千人的话 竟跑去找来了大姐的遗物 送经超度 只怕大姐的病逝 与她脱不了干系 这永病毫不肯死安逃 实在危机重重 我这病也生得蹊跷 竟药实难救 大姐在离世之前跟我说她这病生得蹊跷 而陶妈妈也说她觉得大姐是被人害死的 难道先夫人真是乔姨娘害死的 这还用想肯定就是她 我们现在就去跟侯爷说 纵然事情如我们所想 可事关重大 乔姨娘又深得太夫人宠爱 若我们没有真凭实据 贸然指控 只会适得其反 此事我们再从长计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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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